這是做我們巧克力生蛋一份 看香蕉的大小 通常一條香蕉 小一點的可以做一杯 大一點的做 那天禮拜六下午 沒事情我就帶Nana老人家去吃 吃香蕉團當點心 哇 老人家吃得好開心 她還不願意跟我share一個 她自己一個也吃不完 可是她就是不要跟我一起吃一個 後來我就說Nana 你吃不完 她才跟我分享 她才跟我share一個 不然她自己要一個 那我這個冰淇淋比較小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Margaretta的酒杯 也可以拿來做 你仔細看的話呢 我的格子裡還有一個叫做 墨西哥拉丁雞尾酒 還是鮮蝦拉丁雞尾酒 也是用這兩個杯子下去做的 容器這種東西呢 不要買多 但是像這樣的杯子就是很好用 不甜的都鹹的都行 不甜的都鹹的都行 然後呢這個時候 會加一點 我們的 巧克力醬 我只要接 無瑞弟之間 無瑞弟之間 要拉 要不要太高 这个香蕉已经有点过熟了 抓起来手感很滑 这个不是花生 因为这里还没有花生 这个是碎片的夏威夷豆 这个圣袋还不是普通的贵 夏威夷豆很贵 这时候我可以再稍微连一点 不要太多 不然它慢慢有融化 现在最上面一定要有一颗护袍 这就是我们完成的 还有不想要在上面的香蕉冰淇淋圣袋 好吧 自己做的东西 自己可以吃 它底下那个巧克力酱是很热的 然后和冰淇淋很冰的这样子就相对的 然后又不会太甜 我喜欢 我喜欢这样 它这个就冷了 然后甜甜的这样子 嗯 这个香蕉 这一片出去啊 大概要没吃 八九块大概要 嗯 超累 到时候再说 蛋白的 对 趴来 这一片 你看 我想 一片 一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